大家好我是旭哥不敢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小小斗羅 正式上線了 旭哥已經攻略做了好幾步了 那今天來分享這遊戲 史上最多組的禮包 不然很多隱藏版的需要 還有像是一些稱號還有神裝 還有這個版本最強的TB神裝可以免費拿 這個超帥唐山超帥 超帥的隱藏版造型 那像是他這邊有很多隱藏版的禮包 這邊就50個禮包了 大家看一下直接在開局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趕快去留言 有50個禮包在這邊 有冒險注意禮包還有這個 封號斗羅禮包 所以這邊有50個 然後呢 下面有一些他們就是 實況主的一些隱藏版的序號 去看的話也可以拿到 再加上呢還有下面好像還有 很多禮包嘛 所以我們哪一哪應該可以破百個禮包嘛 這邊還有什麼12個在這邊 12個 一些禮包嘛在這邊 所以隱藏版的序號像是K7嘛這邊他這邊有12個 所以將近差不多白組啊 的隱藏版禮包嘛 跟大家就是分享 像是筒神啊這些都有 樂樂丁特 還有很多 好那最爽的福利最短攻略分享給大家好 還有面具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 旭哥 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 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 虛寶 序號 獨家 最新 好虛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嘛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 史上最多禮包嘛總整理 首先點畫面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點畫面左上方的兌換 端馬點進來之後呢 在畫面的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嘛了 好我們輸入這個 3Q 4U 3Q然後 FORU 3Q FORU 接下來按兌換 好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GODTONE GODTONE 接下來按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K7777 K7777 接下來按兌換 好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輸入這個DL 然後666 大寫的DL 666 接下來按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接下來是大寫的DL 777 大寫的DL777 接下來按兌換 DL777 兌換 它顯示兌換成功 好那接下來是這個大寫的DL888 大寫的DL888 按兌換 好就顯示兌換成功有沒有 禮包馬全部領起來了 接下來畫面左邊有個信件 信件就可以把所有的禮包馬的獎勵 兌換禮包馬獎勵還有這個登錄獎勵領起來我們就一鍵領取 有拿到 魂力80 然後改名卡 然後鑽石300個 還有魂獅祕令 爽喔 就可以拿來抽 好那還有新的禮包我們一次把他領起來 來 爽領一下 這一次有10個魂獅祕令 這一樣可以拿來抽 然後 產業卷軸 這個領域的產業 15個然後 11000多的 將近12000的天地靈力爽 那靈果 還有核心法陣 魂獅經驗 靈魂契約 然後魂力 有這個超帥唐三超帥的唐三 隱藏版唐三而且這個可以拿到這個戰鬥屬性加6% 版本最強的神裝 超爽 還有鑽石 然後發金 哇 這個超帥 超帥 版本最強的 這個戰鬥屬性加6%真的很猛 這個可以免費入手真的太屌了 這個很帥 這遊戲官方認證T0最神的職業 首先唐三絕對是必推的嘛 官方在他們自己的網頁公告還有這個 廣告裡面都有推這隻唐三 這主要是暴擊秒殺 氣武魂之尊 這隻還不錯 那接下來像是六翼天使這個也不錯 反擊必殺天使神來騎那他是第七天才可以用 然後這個 強控人手海魂獅爆竹這個也是83級才可以用 然後小五的話呢是到30級才可以選擇 偷取續航10萬年魂獸 然後這個 奧斯卡的話呢 五魂獅香腸這隻也還不錯啦 閃避治療然後最強實物系 好那我們就進入遊戲了 衝衝衝 接下來就是挑戰一下斗羅之路啦 小五很可愛 貓女輕鬆KO 最後 之後可以開兩倍數 輕鬆秒殺 繼續刷 有沒有全套的神裝DIY啊 現在就是來解任務 喔他有一個防呆機制 就是他怕你就是把它賣掉賣錯 所以他會 幫你 就是防呆 好那下面有自動掛機 自動掛機呢 達到中期或是說 有課金都可以自動掛機可以自己DIY刷神裝 全套神裝自己自動掛機刷 接下來畫面右下角一個等級這個注意一下 等級點進來我們可以提高我們鍛造台的等級 像目前呢抽出萬年是1% 那升級上去之後抽出萬年就變2.8%所以這個要 快速把它升上去這樣 然後像目前巨哥升到2級之後呢 有沒有就會出現10萬年是0.2% 我們把它升上去的話 10萬年就會變成0.6% 那越後面就可以出出這個各種 最強的神裝20萬年 50萬年80萬年 就可以出到百萬年的神裝 所以百萬年神裝是可以免費拿的 就是這樣一直刷上去 那就是 很重要 分享給大家這個最強的開局啊 有沒有神裝 全套神裝自己DIY 最強隱藏版的神裝都可以自己DIY 你看廣告的話還可以減少 時間 看的時間 好 就是一個很爽的刷 神裝的遊戲 那僱傭者傳說就是神燈嘛 那這遊戲呢就是錘子 一樣 好所以最強的隱藏版神裝可以免費拿 好最爽的攻略最多禮邦嘛 都在旭哥的頻道 最強的神裝刷起來 好那我們就 這個攻略分享到這邊了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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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